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難過非求 難過非求 Ree Ree 他設我愛四處遊 風風天天有利游 全面處理心急 有的是一生難用 人生在失去懂你 顧顧氣球為何來 尋漫情事時停在 心情痛感的不應用開 Oh yeah 走走走遊遊 無限無威 不是无非度春秋 酒楼穿上货 保祖心中流 我只修心不修口 COME ON 说我疯狂点的世界 咖啡酒不愁 小娃拉 他可破一塞 我乱丑 我也会唱 我也会秀 我也能接龙 必须刚中带手 OH MONEY 对你红 小处一千糊 对方多重一点 OH MONEY 对你红 不及撒扑 但在命里魔拜 射击四孔 空气四色 究竟涅槃 三十诸佛 我 开箭人世间 变光离合 我开箭人世间 关键教堂住 L990 随便转用 阿彌陀佛 人人都叫我祭天 阿彌陀佛 女儿见过爹娘 我去 真美丽 你怎么喊自己的名字 你光看她背影就知道她真美丽 我忘了我叫真美丽了 不过我看她的背影我就觉得她比我美 女儿 来见过董夫人 小姐 免礼免礼 小姐 您不用客气 董夫人啊 这就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儿 贾千金 您看仔细了吗 我虽然看不清贾小姐的脸 可是根据这身影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小雪 拿见面礼给董夫人 什么见面礼啊 我们家那么有情 千金小姐太好了 哦 是 董夫人您稍等 好好好 对对对 我家女儿就喜欢送人家东西 太大方了 是是是 好美 太美了 见面礼到了 哇 董夫人 董夫人不用客气 这是小女送给你的小小心意 收下吧 收下吧 小东西 随便收收 随便收收 娘 那恭敬不如从命 我收下了 收下 谢谢 不要客气 收下 谢谢 我觉得有点闷 不介意吧 我去 贾千金不但出手大方 而且她的举止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贾小姐 这就是我儿子董仲青 哎呦 我说董仲青呢 你不是想追我的女儿吗 不是 你怎么看看木头一样站在那啊 过来过来过来 给我女儿牵个手啊 快去啊 哎呀娘 哎呀 哎呀 我是让她牵你的手 快去啊 快去牵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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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董公子了 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 哎呀 你不是一直想找个秀才吗 现在娘给你找来了 你可要仔细瞧瞧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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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瞧 哎呀 附小姐 进去休息吧 对对对 这么快 多聊几句吗 我要多聊几句吗 喂 董公子 我等你啊 我等你手捧玫瑰 骑着白马来迎娶我 我看事情差不多了啊 你们都没话说了 那该我说了 董夫人哪 你看这有钱人家的女儿 就是不一样 大家闺秀 又知书达领 而且还懂礼貌 身材还好 你儿子要是娶了他 一定不会吃亏的 娘 你说完了 我去 你看看 你看看 嘴里些人不说 但他心里很清楚 他呀 他是喜欢你儿子 甲圆外 这样啊 这两个年轻人呢 都已经见过面了 这婚姻 不说了 嗯 夫人 你认为呢 我 我当然赞成了 这么说起来 甲圆外你也答应了 啊 答应 答应 娘 不要 哎呀 哎呀 小孩子 他不懂事 不好意思啊 其实他心里面是同意的 老生可是一百个答应 那聘礼方面 既然这亲事已经定下来了 那我们就送你一箱黄金 作为聘礼 对啊 一箱黄金 一箱黄金啊 人外 你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是他们董家向你们下聘才对啊 对啊 所以董夫人才问你是多少聘礼嘛 这也没人活啊 你还不知道我贾大富 我贾大富富可敌国 家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所以啊 你就不用下什么聘礼了 我给你们一箱黄金 这事就定了 不能反悔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有这么好的媳妇 我怎么会反悔呢 那就好 那就好 小雪啊 小雪 来了 快把字句拿过来 是 有花呀 有花呀 我要跟老夫人签一个字句 好好好 你就可以把黄金拿走了 我反对 反对无效 我记得 来来来来来 娘 我 哎呀你听我的 董夫人签一下字句 那那箱黄金就可以拿走了 好 那我立即选个黄道吉日 让他们尽早成婚 我马上派人把那箱黄金给你送过去 哎 好好好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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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意思 这礼物我带回去了啊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嘿嘿嘿 慢走啊 不送了啊 走 走啊 走 老夫人慢走 哎呦 嘿嘿嘿 哎呦 你看啊 一步计划进大成功 那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听我的 嘿嘿 哇 哎呀这么多黄金 哎呀 我这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 嘿嘿嘿 种青啊 来 快过来看看呀 哎 哎 快过来看看咱家的黄金呀 快过来呀 哎呀 种青啊 快去看看咱们家的黄金呀 哎呀 娘 您这是干什么呀 你 种青啊 你听娘跟你说呀 咱们董家 以前家境不好 娘含心如苦 才把你抚养成人 所以娘决定 绝对不能让你再过这种苦日子了 娘 孩儿从未感到有任何苦苦 只是 中青啊 中青啊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早几年 那个何老爷的女儿 她不是对你很重义吗 你当初如果能够成了亲 那咱们的生活啊 就可以过得舒服多了呀 可佩佩就是你那个爹 尺骨不化 跟你说了个什么许玉莲 陈中前甚至还说 这约定的事情 咱们也不能改 结果呢 那个娶了何老爷女儿的阿国 不仅衣锦还乡 而且 她那老丈人 还让她做了大官 可你呢 你看看你自己 除了孟友秀才这个名头 就什么都不是了呀 娘 当初那姑娘的确是爹爹 而且 我和玉莲结婚之后 一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对 或者不好 中青啊 你要知道 娘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你要是取了富家千金的话 那咱们今后的日子 不就无忧无虑了吗 娘 你难道就没听说过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吗 什么软不软 短不短的 中青啊 这点你放心 娘对媳妇最有一套了 只要她进了咱家门 娘就能把她管教的 服服帖帖帖的 服服帖帖的 你又要 哎呀 重青别再跟娘多说了 听娘的话绝对没错 啊 这么多黄金 真是太好了 怎么办 哼 这 还能够 好 我找遍了房间每个地方 早就没有呢 到底放哪儿了呢 这老太婆婆果然食材如药 连睡觉都帮着她 谁 谁 谁呀 还 还我皇妻 还我皇妻 还给我 皇妻 还 还给我 来人哪 抓贼啦 谁能帮我抓贼呀 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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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皇妻啊 快去抓 小偷 快来 老夫人 老夫人 你怎么了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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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老夫人 娘 周亲 你怎么了 娘 快起来 快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快快 周亲 娘那一箱皇妻 没了 被贼 连拖带抢地给拿走了 怎么会这样啊 快 快追 我的皇妻 我的皇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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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娘 娘 娘 快去找大夫 娘 醒醒啊 娘 你怎么样啊 娘 娘 想不到 那老太宝有这么多黄金 这下子 我于衷也是有钱人了 石头 怎么是石头呢 明明是黄金 石头 怎么会是石头呢 我的黄金哪里去了 我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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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不是白忙一成了吗 药来了 娘 吃药了 我吃不下 你不吃药怎么能行呢 我说了不吃就不吃 那将黄金不见了 我还活着干什么 我 我还不如去死呢 娘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钟亲 你说 谁会那么缺德 偷我那箱黄金啊 我将来就是变成鬼 我也饶不了他 娘 现在那身外之物 围了就围了算了吧 你想的太简单了 那哪是几文钱的事啊 有人在吗 这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这么闯进来了 我去 夫人公子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我从客厅一直叫 累死人家了 原来是你啊 当然是我呀 夫人 您不想见到我吗 我今天来呢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要我跟我娘的媒人礼 没人礼啊 没人礼啊 我娘说了 这新娘取出门啊 没人就踢出门 您不会刚说那箱黄金 就舍不得给我娘 这一百两没人礼吗 不 不是的 我 我那我那箱子黄金 我昨天还高兴呢 把他放在我枕头边上 跟我一起睡觉的 可谁知道 八夜里来了窃贼 把那箱黄金 偷走了 这么巧啊 哎呦我去 冬变哪 是不是你把那黄金藏起来 想毁婚呢 不不不会的 喂 你说的什么话 没看到我娘为了捉贼 受了伤到现在还没复原吗 那你个傻大个儿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装的呀 你 你 你真是不可理喻 你给我走 走啊 走啊 回去告诉贾府的人 我绝不会娶他女儿为妻的 走 走 你那么凶干嘛 你你走不走 走啊 哎 哎 怎样怎样我 你身手要干嘛 你要怎样 啊 你要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人家自己有腿会走 臭牛猫 哼 我 中青 中青 娘 你没事吧 你 你不该赶走没人的呀 如果他们到甲园外那儿去 天油加醋的 说我们毁婚 那该怎么办 如果甲园外一生气 要我们还 还那一箱黄金 我们就是变卖家产 也赔不起啊傻孩子 这 这怎么办 哎呀 师父果然是料事如神哪 哎 他说董家的金子会被偷走 果真如此啊 那当然了 这一切啊 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你们忘了他的外号了 叫神算 神算你个头啊 这里又不是我金子出马 事情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啊 哎呀我去 哎 这里边还有我的牺牲呢 嗯 啊 不过算来算去 还是尖刺师叔 他的功劳最大 当然了 等会计点回来 我一定好好跟他算账 你们每个人都打扮得那么好看 就把我都那么丑 哈哈 你别那么不自信 其实你还是挺有特色的 就是啊 我们几个呢 都没你有特色 哎 谁说自己不好看呢 啊 那我好看吗 我很好看吗 你有 有胆子说我 很难看吗 哈哈 其实啊 你真有形 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可怜没听到 哎 哎 哎呀我去 哎呀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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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终于听到有人话呀 散花散花散花 来过来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哎我跟你说啊 哎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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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样 哎 哎 对哎 对 phenomena 忙了大半天了 这些事就让那些僧人去做吧 没事 我不累的 徐姑娘 你休息一下 老衲有话要跟你说 方丈 您找我是不是 让我去做其他的事啊 是这样的 隔壁村庄的私塾 缺一名教书先生 我看令帝饱读诗 不知令帝 愿不愿意接下这份工作 您的意思 是让御龙到私塾去教书 对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如果令帝能接下这个工作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谢谢方丈 我知道 方丈您在帮我 寺庙里所有的人都在帮我 玉莲不求别的 只希望每天能够在寺庙里 多做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心安了 阿弥陀佛 兄娘 你的仗具相亲我 你就不气他 乱他 怪他 其实相公对我真的很好 他这么做 都是因为要孝顺娘 玉莲不会怪他 只求菩萨能够保佑中青和鸟 身体健康 玉莲就心满意足 莫弥不求别的 只求菩萨能够保佑中青和鸟 身体健康 玉莲就心满意足 她是一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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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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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箱黄金啊 会有谁偷了呢 孩子快 快到官府去 报官 报官啊 我说娘 你别着急啊 你快去啊 去啊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 去去去 去 我去 你这个人啊 你走路不戴眼睛啊 你要死啊 你转人家这里 你讨厌 你臭流氓 你要怎样 实在不好意思 我刚要出门 没想到你自己 悄悄进来了 出门 你给老娘站住 你要去哪儿 你是不是要偷偷地溜 我 溜 这里是我家 我往哪儿溜啊 那你要干什么去 我不是要去官府报官吗 官府报官 那就不用了 我已经把捕头带来了 来 哪一个 是董仲青啊 就是那个傻的个儿 抓他 仲青 怎么回事啊 娘 你别管 我没事 没事的 哦 这个贾府的贾园外 告到我们衙门 说你们两个 诈财 会婚 还说你们两个 偷走他们家 那么大一箱黄金 是不是真的呀 这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 这箱黄金是被窃贼所盗 我们并无诈才之意 何况 我们正要去报官呢 是啊 观察大人 我儿子正要去报官呢 我昨天的那箱子黄金 真的是被人偷了 你要相信我的话呀 嗯 如果这箱黄金真的是被窃贼所盗的话 嗯 我们衙门是会调查的 嗯 但是 你毁婚一事又怎么解释啊 这 哎 这白纸黑字可是你们写的字句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哦 哦 你们想拿了黄金之后 来个死不认账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 我 我们 我们 不敢毁婚 哦 那就是说 你的公子要取贾千金为妻喽 是 不 我绝不答应 不取 不取就是毁婚 哼 毁婚就要抓紧衙门关大佬 走 哎哎 贾阳外仗势欺人 我就算被关也绝不答应 啊 仲卿啊 你 你就先答应了这门妻事吧 好吗 哎呀 哎呀 我去 这是一个要答应一个不答应 哎呦 头都大了 不头你想个办法 去呀 好 要不就这样吧 你们两个 都跟我去贾府走一趟 咱们当面对质 说清楚 嗯 讲明白 哼 你们这么做真是太过分了 哎呀 甲园外 你饶命啊 求求你千万别这么做啊 我们怎么不能告关了啊 嗯 之前我们都要定好的 这黄金你们也收了 哦 现在你们要反悔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现在翻脸不认账 我告你们欺诈又有什么不对啊 嗯 就是啊 你们不再骗我们钱财 还破坏我们家女儿名誉 我 哼好像我们家女儿嫁不出去一样 嗯 哎老爷 快请骨头把他们抓到衙门去定罪了 哎 抓起来抓起来 好 交给我 甲园外 哎夫人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别把重情抓走 放手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娘 娘 你别这样娘 你别管我别管我 甲园外 夫人 只要你们不把重情抓走 你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娘 你别这样别再求他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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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夫人 我们贾家 那是名门望主啊 我也不希望 把这个世界的闹大 这样对我们两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嗯 我再给你说一遍 啊 这一桩婚事 对我们 对你们董家 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你们考虑考虑啊 如果你们再也不答应我 嗯 嗯 哼 那休怪我 不留情面 嗯 嗯 我答应 我什么都答应 钟晴啊 嗯 你就答应取了 假千金吧啊 要不然被 被他们抓走了 你让娘怎么活呀 嗯 没关系没关系 我会送你去养老院的 只不过 你还欠我一百两的没人理呢 嗯 对 到了养老院哪 你能打扫啊 烧饭哪 等个十年八年你儿子出来了 再来照顾你 嗯 你说你说这年代也有养老院吧 哟 管他呢 看他们想的那个样子也听不清楚 看着吧 哎呀我去 你 董夫人 我还在等你回话呢 钟晴啊 就和你帮娘吧 好 我答应就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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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仲青 仲青她答应去嫁千金了 嗯 好 可是 虽然你们答应娶我女儿了 我还是不相信你们 嗯 这样吧 择日不如壮日 就在今天 今天你们就成婚了 嗯 嗯 啊 就今天 今天日子好啊 哈哈哈哈 今天啊 嗯 对啊 嗯 梨 小子 咱der 上演的是好fin 我安ности 市房子 講口 没过か VELAP 小眼这就没了 在结esper 哎呀 好 跟我去牢里 你们两个一起吃牢饭 走 不不不 好 我什么都答应 都答应 好 张灯结彩 准备举心婚礼 对对对 恭喜你啊 臭小子 我们牢里省你一顿饭了 亲家母啊 那既然重心又入坠 那今后你就留下来 让我的女儿好好地孝顺你 妈 玉龙她现在 可以去隔壁村庄的私塾教书 那年年秋式的盘缠就有着落了 总算了了我的一张心愿 我呀 一定要做几件好看的衣服 面对玉龙刚的先生 身上穿得却不像样 不知道钟晴她 相亲相得怎么样 谁呀 喜姑娘 开门 没办法 不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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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我 我 你 你就是这样兴直口快 你别往心里去啊 至于这件事情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徐姑娘 你应该 应该 什么应该啊 我觉得 像她这样的负心汉 你根本不值得我这伤心难过 把她忘了 别理她就好了 你还说 别走 我没什么 只要嫁小姐 被重轻 还有董夫人好 我会祝福她了 祝福 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种人有什么可祝福的 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恩恩爱爱 白头鞋老吗 真是 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反正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徐姑娘 告辞 走啦 姐 你看 她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别太能过了 那我先走了 我每次聊天 我去 快快快快快 哎呦 快去啊 快快快快快 快去啊 再去快去啊 哎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娘 你就听他们的吧 虽然你入赘家府 可今后咱母子俩的生活 就无忧无虑了啊 哎呀那当然了亲家母 过了今晚 我们再送你一箱黄金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你我去 那不是随便一挖就有 我女儿的意思是 这贾府太有钱了 所以随便一挖就是黄金 对 对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们大家都离开吧 走吧 走 小狼官 今晚我这个女儿可是嫁给你了 你可要好好疼她哦 这个董夫人 要不我们就赶快去吃素斋吧 吃素啊 对对对 我们家 人家都是吃素的 吃素呢 有营养 身体好 对对对 你也吃素啊 看我娘身材就看出来了嘛 对啊 好了好了 我们走吧走吧 来来来来 去陪新娘子吧 走走走走 要记得好好疼她哦 走了 少说两句吧 走走走走 我去 要不是那个贾家小姐争着要嫁给你 我老想嫁给你了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你再说 再说我把你嫁给她 我去 我去 嗯 嗯 嗯 哎 哎呀 嗯 洞房花烛之夜 你自己竟然在桌边睡着了 让我独守空房 你到底是学我哪一点啊 不是 我 你什么你快说哎 我心急快说 我已经有家事了 什么 你重婚 不是 先前 我娘已经让我把她修了 哎呀 闹了半天 你竟然是个二手货 董仲卿我告诉你 我们家父不是当铺 不是什么破铜烂铁都收的 你 你们真是可恶 像是骗走我爹的一箱黄金 你呀 今天又来误我的终身大事 嗯 好 既然如此 你不上床睡 那你就给我跪 跪得天亮 哼 我不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只能说跪就跪 哎呀 好有气质哦 啊 你不跪啊 好 你不跪我马上就去报官 哎 喂喂喂喂 你不能这样做的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啊 你们俩母子分明就是来我们贾家骗钱的 我就是要你们母子一辈子在牢里吃饭 哎 你不要再逼我了 嗯 嗯 只要你不送我娘去祖牢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嗯 那就简单喽 嘿嘿 给我跪 嗯 哼 哼 好 你不是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不跪的吗 哼 你就在这儿给我好好的跪 好好的想想 哼 啊 好好的跪 哼 家父有家人 亲国有秦城 嗯 美食在家座 中 能有谁的贴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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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天都大亮了 这小两口怎么还不起床啊 哎 虽然现在住在家府 不过我得看看 这个富家千金的家教到底如何 仲卿 开门呐 该起床了 开门 起床了 开开门 该起床了 开门呐 该起床了 仲卿 哎呦 早起行什么大礼啊 娘 怎么还这一身衣服啊 新娘子呢 嗯 她 你呀 还说不愿意娶人家假千金呢 你看 睡到现在还没起床 太过分了啊 娘 你不懂 我是不懂 来 去把新娘子叫起来 我在厅里等她 啊 妈 你不懂得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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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懂得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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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把新娘子叫起床 她看起床了 这小心 你不懂得帮她 不懂得帮她 她我 你不懂得帮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